西方史学史 康德指出 人性中的恶与自私 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 就恰好成就了人类全体的美好 在这里康德显得出了恶推动历史的结论 后来黑格尔的有关论述显然受到了康德的影响 不过康德希望竞争者要遵守一定的法则 各以不侵犯对方的自由为原则 以求互相促进而非你死我活 康德认为历史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内部的立宪共和体 外部是国际永久和平 人在和平的竞争中充分的发挥各自的材质的理想境界 康德认为只有在国内建立一个完善的立宪共和体 才能使人类的禀赋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 在国际关系上一个自由而文明 在立宪中